贵州山谷京县神秘响声,明明谷中空无一人,却经常传来所那声和喊打喊煞声,然而最可怕的是,每当异响声出现,村子附近必定垫闪雷鸣风雨交加,而且就在不久前,半山腰的山洞被雷劈开后,竟裸露出无数具白骨临巡的尸体,尸体上还串着一圈圈铜环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神秘所那声为何频频出现?难道是鬼魂作怪?鬼异尸海背后究竟又隐藏得怎样的秘密? 接下来请听小编为您讲解,故事发生于贵州省外寨村,村民维达庆在村子旁的后山遛马,因为自家马很乖不乱跑,维达庆就放心地打起了盾,但他一觉醒来马却不见了,他赶紧到处寻找,可是把后山翻遍了,他家的马还是没找到,忽然他想到了附近的山谷,马肯定是去那里了,可是这个山谷是村子里禁地般的存在,听村里的老人说进去就出不来了,维达庆很犹豫,但他又舍不得自家的马,所以狠了狠心踏进了山谷, 刚进山谷时一切都很正常,维达庆稍微放下了心,看来之前的吓人的传言都是吓唬人的,可他找了半天也没看见马的踪迹,间接地有些烦躁,正在这时,远方忽然传来了一阵唢呐声,明言不觉地在山谷里回答,维达庆兴奋起来,既然有唢呐声,那就肯定有人,有人就可以帮忙一起找马,可他站在石头上张望四周, 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,正当他想走进仔细悄悄时,唢呐声却突然消失,紧接着传来阵阵战场厮杀声,想声越来越大,仿佛千军万马朝他奔腾而来,但却始终不见人影,这突然出现的诡异声音吓坏了伟达庆,他再也顾不上自己的马了,朝着村子的方向拔腿就跑,一路上都没敢回头,回到家惊魂魅顶,缓了半天才缓过时来, 与此同时,歪寨村上空黑云压顶雷声不断响起,紧接着一场大雨倾盆而下,雨足足下了一整夜,第二天,维达庆就把自己遇到的怪事告诉了其他村民,但是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答案,原来山谷里的怪声不是第一次出现了,其他村民都曾听到过这样的怪声,有时候只会持续几秒时间,而有时长达几个小时,而且每当这个怪声出现,村子里就必定会下一场大雨,村民对此解释道,山谷阴气中有鬼,鬼叫就会下大雨, 而且听到这种鬼叫声也是一种不好的预兆,所以村子里的人把山谷列为禁地,警告小辈们不要随便踏入山谷,可维达庆是个实在人,他既然听到了这个怪声,就想弄清楚,这怪声究竟是怎样来的,怪声出现又为何会下雨,而且自己的马还在山谷里,这么多年也处处感情了,活要见马死要见事,于是他决定再去山谷一探究竟,村民们听说了他的想法都前来阻止,但村主任维达则却表示支持他,因为维达则也 曾在山谷里听到过怪声,他也想一探究竟,因此二人就准备结伴出发,没想到这一去,竟揭开了村里隐藏的大秘密,但出发前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,只见梅达气二人来到祠堂,对着一副骤甲虔诚地跪拜起来,原来外债村的祖先们就是穿着这种骤甲打猎的,村民们出门办事前都会来这里拜一拜,九祖先保佑事情一切顺利,祭拜过后二人就全副武装地出发了, 此时空无一人的伤苦显得十分荒凉,二人一边找马一边留意着周围的动静,但他们找了两个多小时,也没看见马的一点影子,有些疲惫的两人准备坐下些口气,可他们刚坐下,恐怖的唆呐声就又传了出来,两人吓得一击灵,仔细一听,这唆呐声竟是吹给死人的哀乐,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,又伴随着阵阵阴风, 很像电视剧里的描写的玉鬼明场面,但维达千二人是接受过教育的人,他们不像村里人那么迷信,中了壮胆,两人开始朝索呐声传来的方向前进,经过仔细辨别,终于锁定了一个山洞,怪声应该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,事情终于有了美梦,维达庆兴奋极了,他抬脚就要往山洞里面走,可这时索呐声却骤停,紧接着响起一阵激烈的打斗声,和他上次的遭遇一样,不同的是这次的声音更大更清楚了, 可以明显听到求救声尖叫声和冲锋声,马上就要解开怪声之谜了,维达庆却犹豫了,因为他不知道里面等待他的到底是什么,此时诡异的气氛也突破了维达子的心理防线,因此他们决定先回村里休整一下再来,而村子里再次下起了暴雨,虽然维达庆两人安然无恙地到家了,但是村子里却怪事贫乏,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病倒,圈养的吉亚罗也大量死亡,村民们觉得是因为维达庆二人犯了忌讳,因此纷纷去祭拜藤甲祺, 祈求祖先庇护,而村子里的气氛也变得十分紧张,但一个人的到来让事情有了转机,专家崔兆华对歪寨村的怪事很感兴趣,他不远千里来到歪寨村,查阅了歪寨村的村室,又走访了多家村民,终于在一位百岁老人的口中,得知了村里隐藏的大秘密,太平天国时期,朝廷围剿起义军,这片山谷就是他们打仗的战场,战斗非常惨烈,最后起义军只剩下一对父子,退守到山谷的一处山洞里,父亲死守在洞口, 给儿子换取了逃生的机会,儿子死里逃生后,回来找父亲的尸体,却发现他的头不见了,于是用葫芦代替父亲的五官,垂着索娜把父亲安葬在洞口,因此老人认为,山谷中出现的索娜声和打杀声,一定是二人的鬼魂作怪,专家当然不相信鬼魂作怪的说法,他带着一群人拿着专业仪器,准备去山谷做实地勘察,没想到一群人一进山谷,就看到了满地的尸体,尸体已经白骨化,身体上串着的一圈圈同环是起义军的标志, 这些尸体应该就是大战后留下的,侵略过这些尸体,专家仔细观察山洞后发现,周围的墙壁上存在很多孔洞,这些孔洞有大有小,有的规则有的不规则,难道怪声是由风吹过这些孔洞形成的?大家都很激动,但专家用仪器检测后发现,这些孔洞的排列方式和索娜非常像,当有墙风吹过时,这个山洞就成了一把巨型索娜,但它只能发出类似索娜的声音,那些战场上的喊打喊杀声又是怎么回事? 专家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,提出一个猜想,山谷里或许存在磁铁矿,磁铁矿有储存影像和声音的功能,在雷电的作用下,这个山谷就仿佛成了一个天然的录音机,而且秘鲁的马奥山谷这个古战场,因为磁铁矿的存在,就记录下当时打仗的声音,让人都为之惊奇,那这个山谷会不会也是相同的情况? 隔在长达几天的勘察过后,山谷里并没有出现磁铁矿的痕迹,事情又陷入了僵局,但专家不愿意放弃,他又查阅了相关资料,发现发出怪声的山洞坐落在一处雷打岩上,所谓雷打岩,就是被雷劈过的岩石,因为贵州的山比较松软,被雷劈过以后会产生很多裂缝,这些裂缝有一个神奇的功能,录音。 不过只有声音特别大的时候,才可以录音,而且只有阴天气压增强的时候,缝隙中的声音才会释放出来,所以打仗时的声音被记录下来后,只有在雷雨天的时候才能听到,然后就形成了村民们口中所说的怪声,就此虽然伟达庆的马没有找到,但山谷怪声和暴雨之谜终于解开,山洞里的诡异尸还也有了来源,这下村民们终于放下心来,随后自发地帮这些尸体挖了坑,让他们入土为安,但村民们还是不明白, 村里的孩子为什么会接连生病,圈养的家禽又为何会大量死亡?专家解释道,因为暴雨过后温差过大,孩子们容易得流行性感冒,但家禽死亡的原因他也不知道,毕竟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,建议村民请相关人士来瞧一瞧,事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,不过不管遇到的事情有多么离谱,我们都要相信科学,你们觉得呢?欢迎可爱的你们在评论区留下宝贵的想法,感谢你们的观看,关注我,带你们了解更多的故事。